大家好,我是小倩 很多哥哥呢,不会给黑松浇水 那今天小倩呢,给哥哥们讲一下 黑松应该是如何浇水 那哥哥你看 浇水的话,这个喷头呢 一定要是像雾状,就跟下雨是一样的 均匀的给它浇 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浇水是能给它浇头呢 那我们先看 彭丽媛现在慢慢的开始有积水了,是不是 那彭丽媛有积水以后 我们再来给它浇下一喷 有很多大哥会问 为什么要给它浇下一喷 浇水一次,它肯定是浇不好水的 所以我们第一喷让它的水呢 先浸泡一下 我们第二喷还是按照第一喷一样的方向 先给它浇过 来,浇完以后,第一喷 我们再来给它继续浇 为什么 因为你第一喷你浇水的话 它那个水分没有透 没有切透,知道吧 所以我们要给它进行二次浇水 每天都是这样 你不能说一次你把水浇透了 那是不可能 没关注的小哥可以给小倩点个 关注